这个战略的主动性在中美军事交往当中逐渐的改变战略被动的状态 好 这马线圈点呢 接到美国希望的摸清中国军事发展的所谓底牌啊 说到2010年的最新的西方多片的评估文章认为 今年2010年可能是美中之间真正有展开较量的关键一年 我们拭目以待 说到这个较量呢 中国不久前的所谓中断反导的实验 美国大卫的震惊 但同时也带出了一个信息啊 美国说解放军所有的导弹发射 他们全程掌握 我们看一个片段 据英国的中国防务网站报道 解放军不久前成功进行的中断导弹拦截实验让西方相当的关切 解放军正在研发新型的反导弹系统 不但是以红旗9的导弹作为主力 还包括解放军更加新型号的先进的导弹 处理保卫中国首都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权和上海三峡大坝等重要的中国战略目标 而中国大陆的反导弹系统庞大复杂 除了卫星预警雷达远程防空导弹 还包括了中进程的防空导弹 预警机等等 而美国的军事专家估计中国全国的导弹防御网 可能在2020年中期建立由解放军空军的防空部队加上二炮部队共同承担 不过目前仍然属于低水平的实验 只是点防御 而美军的导弹侦测全球网络 一直在全天候全面积的侦查中国和格勒斯导弹的储存基地 导弹部队的动向 还有导弹的发射实验等等 美军声称解放军每一次的导弹发射 美军都全部侦测发现 全程掌握 据事实新闻报道报道 解放军刚刚进行了中断反导弹拦截实验 被美军的太空卫星全程的侦获 美军的天机预警系统是美国战略反导预警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部署在美军特定的轨道上 主要针对中国俄罗斯等陆基 还有潜射弹的导弹的早期预警 美国情报部门保证说 在中国俄罗斯导弹一旦发射30秒之后就可以发现 5分钟之后美军就可以确认并且进行报警 可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和卫星的发射 试验和其他的航太活动 保持美军独间断的监视 并且美国说有能力发现拦截和反击 而美军正对解放军的导弹部队 除了加强美军的导弹预警卫星的侦察部署 还把美军最新型的陆基预警雷达靠前部署 目前美军最新型的电子追踪雷达可以快速的跟踪解放军正在上升段的弹道导弹的轨迹 美军的雷达也可以快速的用飞机来运输部署 十分的灵活 美军这种新型的电子雷达已经研制了四部 当中有两部就部署在前沿的东亚地区 更加逼近中国部署加快侦测和监视中国导弹部队的动态情报 好 看到美军最新的说法呢 是解放军的每一次导弹发射 美国说全程雷达都可以发现侦测到 而且要把相关的先进雷达部署在中国的周边 更加接近中国 到底中国能够什么样的反制呢 我们连线下北京方向的军事观察员宋小军 小军我们知道导弹是突防敌方的关键的一种武器 但是被别人全程的掌握 解放军怎么反制呢 美国现在对整个全球的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监测 卫星体系 主要还是8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种叫国防支援卫星 或者我们说的DSP卫星 那么现在大概在天空上有二三十颗 那么它现在这套卫星体系 对于弹道导弹的发射 监测的时间相对来讲要长一点 可能在一分钟之内 而且对目标的红外特征的识别 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有很多的虚警情况 就是虚报的虚 那么美国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之后 又推出了一款叫天机红外预警系统 但是这一款目前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 那么这几年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拨款一直没有下来 那么在2010年的1月底 美国的国防部将就弹道导弹防御的问题 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当中 是不是建议国会加强这方面的拨款 恢复天机红外预警系统 如果这样恢复的话 这套系统发射上去 大概对中国的弹道导弹发射 包括俄罗斯的弹道导弹 以及朝鲜伊朗等等这些国家的弹道导弹的监测 大概的平均的时间是五到十秒就可以发现 美军说一目了然 那是一点不错 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 一个是发射并没有使用隐蔽的技术 第二个是数量非常之少 如果一旦打僵起来 中国会用这个假的目标 然后会用这个电子屏蔽 会用物理屏蔽等等 还要是饱和轰炸 所以在实战当中 美军第一不可能完全发射 发现第二不可能准时的跟踪和反击 最后是一定有漏网之鱼 所以这个所谓一目了然 只是和平时期 并非战时 好 看到的是美国对解放军的导弹 是高度的关注 我们也高度关注 有任何消息都会为大家报道和分析的 看另外一个本周的动态 19号是日美安保的条约签订 所谓50周年 日美强化军事联盟防堵中国 日本外向最新的说法说 美军希望长久驻栽在日本防范中国 看一个片段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1月19号 是日本和美国签署的美日安保同盟条约 签订50周年 日本政府说 美日两国将声明重生 美日军事同盟关系 并且评估彼此军事合作分工 美国政府要把军事合作协调放在首位 希望以更加巩固的美日军事同盟作为基础 来巩固区内其他像美国澳大利亚 美国新加坡等军事同盟关系 形成一个准环形的美军主导的军事同盟圈 制衡不断在亚太地区扩展影响力的中国大陆的军力崛起和扩张 美日安保条约50周年也是要应对朝鲜核问题 也是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 美日双方确认 要构建未来涵盖核不扩散 导弹防御太空利用 防灾气候变化等 诸多领域的美日新的安保体系 深化军事同盟 是日美共同的安保新的共识 而日本就希望与美国能够建立对等的关系 则是讨价还价的关键节点 日本同时也希望 以今年1月19号美日安保同盟 50周年作为契机 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 与美国更多的分享区内的 包括针对中国的军事情报 并且从美军当中获得更多的先进军备 来共同防范解放军的实力提升 邻居日本产机新闻报道 日本东京政府决定 要用新的法案来保护日本最南部的 冲之鸟岛和最东端的南鸟岛的海岸线 更加扩大专属经济区 日本会增加40万平方公里左右 并且将马上新建日本相关的军事 和有民运设施 扩大在海区的军事存在 日本海空自卫队 会有更大的军事拓展空间 来应付中国 好的提到日本安保条约 50周年了 稍后回来特别紧到 美国香港军事官员分析一下 日美的安保强化了 对中国有什么样新的 进攻式的态势 解放军怎么办